探索一厢塔国的神秘趋势 记录不一样的热风情 在电影剧中 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穿越时空的镜头 但生活在显示社会中的你 是不是也想体验穿越一下时空的感觉呢 很多人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利用了科学的技术 就很有可能做得到 关键就是看你敢不敢尝试了 其实这项技术就是家人轮动起来 然后到了一定的期限之后 再将被冷冻的人进行写动 对于这项技术 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那这项技术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在国外就有个叫詹姆斯·贝尔弗的冷冻人 早在1967年的时候 詹姆斯找到罗伯特·尼尔森 要求将自己用夜的冷冻起来 过了五十年之后再将它写动 因为詹姆斯患有严重的肺癌 以当时的技术根本无法医治肺癌 当詹姆斯听到可以先将人冷冻起来 然后可以过几十年后再解冻 詹姆斯对这样的冷冻技术感到了心动 然后他亲自写下了一份一处 并且付给罗伯特十万美金 当作是冷冻费用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例冷冻人 因为冷冻技术在上个世纪并不成熟 而且罗伯特其实只是一个典功 他的文凭也仅仅只有高中学历而已 他的冷冻技术并没有宏大的含金量 只是将人密封在一个铁罐里面 然后跳入夜戴 罗伯特的这些做法引来众人围观 很多人都给出了G的态度 认为冷冻中的人没有任何食物的来源 没有足够的氧气 根本就没有办法长时间存活 更别说能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复活了 但是有人觉得夜戴真的可以 将人冷冻起来 带到以后的世界中 但扎姆斯今年是否能成功被解冻 很多人都怀着一颗期待的心 如果真的能够解冻成功的话 那将是科学技术又进一步提升 怎么样小伙伴们 看完视频之后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本期视频就先介绍这里 欢迎观众们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